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新概念英语第一册课堂 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新概念第一册的课堂 今天我们将要一起来学习新概念第一册的第36课了 Lesson 36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第36课之前呀 还是老规矩稳固而知心 一起来复习一下上节课中我们都学会了哪些知识吧 总的说起来呢还是有两点 第一点是针对必动词在一般过去时这个时态中的使用 比如说where be句型如果放在一般过去时这个时态中应该如何使用呢 where is需要变成where was w a s was there was 而there are需要变成there were w e r e there were 那么在练习中呀我们还知道了第一人称复数 我们we如果要在后面加上b动词应该是we were we were 而第三人称复数他们如果后面要加b动词应该是we were we were 好这个呀就是上节课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关于非规律时间的表达 当然了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用的 直接把数字读出来 比如说3点26分我们就可以说it is three twenty six it is three twenty six 那么当然了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英文水平比较的高 我们就可以分情况来使用一些借词 就拿刚才这个3点26分来举例 它的分中数呀是在一到二十九之间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使用借词 past past 那如果我们举另外一个时间5点39分 当然了我们可以直接读数字说it is five thirty nine it is five thirty nine 那么当然了如果你想说的更加的地道就可以使用借词to 5点39分呀 其实就是差21分钟到6点整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 it is twenty one to six it is twenty one to six 简单的复习了一下咱们上节课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今天这节课里面我们要学习哪些有趣的知识吧 在今天这一课的学习中我们一共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还是关于一般过去时 那么在上几节课中我们学会了b动词 在一般过去时这个时态下应该如何变化 那么从今天这节课开始 我们要学习十亿动词在一般过去时中应该如何使用 有些同学要问了十亿动词什么意思呀 其实呢这个概念老师在以前的课程中解释过 十亿动词就是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 好第二点是什么呢 在第一点的基础上我们会学习提问这样两个句子 第一句话是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他昨晚上又打电话了吗?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第二句话是 What did she do yesterday? 他昨天做什么了? 好 知道了咱们今天要学习的重点 接下来就到了咱们的听力部分 Listening part So everybody perk your ears and be prepared 竖起耳朵听好了 咱们今天的课文呀叫做 He's awful He's awful 他讨厌透了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 同学们会不会好奇 这个he 这个他到底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么惹人烦呢? Do you want to know? 想知道吗? 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课文吧 那今天的课文呀 老师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 Four parts 而针对今天的对话呀 老师有一个问题要留给各位同学 就是 How did Pauline answer the telephone at nine o'clock? How did Pauline answer the telephone at nine o'clock? 波琳在九点钟接电话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的呀? 好 首先呀 咱们还是先来听一下第一部分的课文录音吧 那么在听第一部分的时候 同学们可以试着找出来 为什么这个Rowan Marston 让Pauline这么生气呀? What's Rowan Marston like, Pauline? He's awful He telephoned me four times yesterday and three times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好 第一部分听完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来听一下第二部分 在听第二部分的时候 留意一下 这一次 Rowan打过来找Pauline的时候 他打到哪里去了? He telephones the office yesterday morning and yesterday afternoon My boss answered the telephone What did your boss say to him? He said Pauline is typing letters She can't speak to you now 好 第二部分听完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听一下第三部分 The third part Then I arrived home at six o'clock yesterday evening He telephoned again But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听一下最后一部分音频 The last part 在听最后一部分的时候 各位同学要仔细听哦 Pauline在九点钟接电话的时候 他是如何说的 How did Pauline answer the telephone at nine o'clock? 回答了这个问题呀 也就知道了 Pauline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来让这个讨厌的Ron不再打电话过来了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Yes, he did He telephoned at nine o'clock What did you say to him? I said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Please don't telephone my daughter again Did he telephone again? No, he didn't 好,听完了最后一部分 咱们今天的课文呀 也就听完了 那么刚才老师提出的问题 How did Pauline answer the telephone at nine o'clock? How did Pauline answer the telephone at nine o'clock? 波琳啊,九点钟 在接电话的时候 他是如何说的呢? 嗯,这个问题嘛 那咱们刚才在听音频的时候 听到Pauline说了这样一句话 I said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Please don't telephone my daughter again 从这里呀 我们可以听出来 Pauline在九点钟 接这个Rowan的电话的时候 假扮是自己的妈妈 然后警告Rowan 你不要再来打电话 骚扰我的女儿了 那这样做了以后呀 这个Rowan果真就没有打电话了 所以说这个办法 还是非常的聪明有效的 好,听完了咱们今天的课文以后 接下来跟着老师一起来学几个单词吧 首先呀,老师要教给大家几个跟打电话有关系的单词 首先第一个呀,当然是电话这个名词了 在英语中呀 电话就是telephone telephone 电话 这个单词呀 它也经常被简写成phone phone 也就是telephone这个单词的后半部分 那么咱们平时会用到的手机 是怎么说的呢 mobile phone mobile phone 直译过来呀 就是移动电话 就是手机了 那咱们在日常交流的时候 如果你碰到一个新的朋友 日后呀,可能会有联络 那么你会问他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what's your telephone number what's your telephone number 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你可能会经常在名片 信封或者是邮件最后署名的时候 看到这样三个字母 tel 然后呀,加上一点 还记得老师说过吗 在英语中这样最后一个点呀 经常代表缩写 所以其实呀 tel是tele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 这样一个短语的缩写形式 so actually tel is a written abbreviation for telephone number 那下一次呀 你再碰到这样三个字母 tel 你就知道呀 它是电话号码 telephone number的缩写 而它后面跟着的那长长一串的数字 就指的是电话号码了 好,那么刚才这么多呀 都是telephone这个单词 当它作为名词表示电话的用法 而其实telephone在英语中 也经常作为动词出现 表示打电话 那如果我想表达 打电话给某一个人 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telephone somebody telephone somebody 这里的somebody 是不定代词 指的是某个人 那么除了telephone somebody 在英语中我们也可以说 call somebody 也是打电话给某个人的意思 比如说吧 咱们来看这样两句话 I usually telephone my grandparents at the weekend I usually telephone my grandparents at the weekend 我经常呀 周末给我的祖父母打电话 这里呀 也可以说 call my grandparents 都是可以的 第二句话 Tom usually telephones her parents after school Tom usually telephones her parents after school Tom啊 经常会在放学以后 给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 注意了 这第二个句子 是一般现在时 而主语是第三人称 所以呀 相应的咱们用了 telephone这个动词 它的单数第三人称 加了s Tom usually telephones her parents after school 千万不要忘了 好 那么学完了打电话的英文说法 接电话用英语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 answer the telephone answer the telephone 其实这个answer 就表示回答的意思 比如说上课 回答老师的问题 就是answer the question answer the question 回答问题 那这里就表示 接电话的意思 answer the phone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 the telephone is ringing could you please answer that? the telephone is ringing could you please answer that? 那部电话呀 一直响个不停 能麻烦您去接一下吗? 好学完了刚才这个单词 telephone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awful awful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啊 让人讨厌的 或者坏的 那么这个单词的反感程度 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严重的 所以老师还是不建议大家 使用这样的单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单词 awful 它在英语中应该如何使用吧 看这样两个例子 I have an awful headache I have an awful headache 我头疼的厉害 形容这个头疼 headache 它的程度非常的严重 那再比如说了 当我们碰到一个反心的事情 我们可以说 this is awful this is awful 这件事情啊 烦透了 糟糕透顶了 那么在英语中啊 我们也可以用 terrible 或者是horrible 来表达类似的含义 所以啊 可以说这三个词 是一组经义词的表达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单词 依旧啊 是一个形容词 last last 表示最后的 前一次的 比如说 last monday last monday monday是周一的意思 那么 last monday 咱们不翻译成 最后一个周一 而应该是 上周一 那么相同的道理 last last night last night 就表示 昨晚 昨天晚上 那老师再给大家描述一个 比较形象的情景 如果说 警察在行政破案 想查一查 这部受害人的手机 他打出去的 最后一个电话 是打给谁了 那么这里的 最后一个电话 就应该是 last call last call 他拨出去的 最后一通电话 那么说起来啊 在咱们刚开始 学习英语的时候 老师就说过 这个英美国家的人啊 他们的姓名是比较奇怪的 跟咱们汉语的姓名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他们会把姓放在最后面 而把名放在前面 老师之前说过 在英语里面 姓可以用family name family name来表达 那么刚好讲到这个last 这个形容词 那么老师就告诉大家 family name也可以被称作是last name 因为在英语姓名中 姓它是放在最后面的 所以被称作是last name 怎么样 懂了吗 好 讲完了这个形容词last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again again 又一次 这个单词呀 它是一个副词 出现的呀 也是非常的频繁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这样表达 try again try again try 就表示尝试努力的意思 那么这样一个短语 try again 就表示再试一次 再加把油 再试试 或者咱们可以说 please say that again please say that again 你没有听清楚 刚才这个人他说话 那你麻烦他再说一遍 please say that again 这句话的意思呀 其实有点像咱们学过的 pardon i beg your pardon 对吧 好 那么单词呀 咱们今天就学习这么几个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接下来啊 一起跟着老师 去看看在课文里面 这些词都是怎么用的吧 首先啊是第一小段 what's Rowan Marston like Pauline he's awful he telephoned me four times yesterday and three times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第一句话 what's Rowan Marston like 这里what's 什么什么 like 表示的是 谁谁谁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呀 如果你觉得他人还不错 就可以说 he is nice 或者 he is kind 再比如 he is friendly 都表示他很友好 他这个人不错 那么课文中Pauline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he is awful 他讨厌透了 糟糕透了 为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 he telephoned me four times yesterday and three times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他昨天呀 给我打了四次电话 前天给我打了三次电话 这里的four times和three times 用来表示四次和三次 那么这里的time用来指次数 那么刚才这样一句话 我们先来看动词短语 打电话给某个人 应该是telephone somebody 对吧 那么这个动词telephone 打电话 他的后面需要一个宾语 而咱们课文中想表达的意思是 打电话给我 所以呀 就需要用到第一人称的 宾格形式了 telephone me telephone me 好 咱们接下来来看 这个句子中的时间状语 分别是 yesterday 昨天和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 老师之前说过呀 时间状语 是一个判断时态的 非常重要的标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的 yesterday 和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都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 所以呀 这样一句话 它是一般过去时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问了 老师啊 这里的动词 telephone 打电话 为什么后面多出来了一个字母 dy why 为什么呀 那老师刚才在课前 warm up 热身部分呀 也说过了 telephone表示实际的动作 所以呀 它可以被归类是 实意动词 而一般说起来 这些实意动词 在一般过去时当中出现的话 需要变成过去式形式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变成 answered answered 加上了字母ed 对吧 那再比如说wait 等待 就应该变成 waited waited 加上了ed 那再比如说了 咱们今天刚学到了这个动词 打电话 telephone 这个动词 它本身就是以字母e结尾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把telephone变成过去式 只需要在后面加上字母d 就可以了 把telephone变成telephoned 同样的情况呀 也适用于arrive arrive 到达这样的一个动词 变成arrived arrived 好 那么接下来又有同学会问了 老师啊 规则变化 我们知道了 那么什么叫做不规则变化呀 不规则变化 顾名思义 就是说 一个动词 它变成过去式的形式 是各种各样的 咱们呀 并不能找到一个 共同的规律 所以才把它叫做 不规则变化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 动词do 它的过去式就是 did did d-i-d 再比如说 sing 唱歌 它的过去式是 sang s-a-n-g sang 再比如说了 做 make 它的过去式 变成了 made m-a-d-e 那么这些不规则变化 应该怎么记住呢 以后课文中呀 咱们出现新的动词 老师都会给大家 把它的过去式形式标出来 这样就可以方便大家来记忆了 说起这个记忆动词的过去式 老师当年初中的时候呀 也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甚至把课本后面的动词过去式的这个表格撕下来 然后贴在书桌前面的墙壁上 每天一抬头呀就能看到 死记硬背的方法呀 老师肯定是不推荐的 但是呀 如果你说你不想下功夫剂 那也是绝对不行的 除了老师刚才说的这种 把这个表格撕下来 每天啊 看一看潜移默化 加深印象 这种方法以外呀 同学们也可以在课后 找一些朋友 找一些同学 再或者呀直接让爸爸妈妈来帮忙 一问一答 这样来提问 记住的速度呀 会更加的快 而且你曾经犯过错 答错 被人纠正过的词呀 印象会格外格外的深刻 不信呀 大家课后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 那么知道了咱们十一动词 变过去式的规律 我们接着来看课文 He telephoned the office yesterday morning and yesterday afternoon my boss answered the telephone 这个Roland真是很烦呀 昨天早上 昨天下午又一直打电话 那这里打电话 这个主语是 he 他对吧 是第三人称 男性他 那有没有同学 看到这个主语是第三人称 想起来咱们之前学过的 单数第三人称形式呀 但是这里呀 咱们看这句话 并没有出现动词单三形式 为什么呢 因为呀 动词的单数第三人称形式 会出现在咱们 一般现在时的时态里面 而咱们刚才这个句子是 一般过去时 所以肯定不会出现 单数第三人称形式了 这一点大家一定是要记住的 记牢的 千万千万不要搞混了 好 接着看课文情节 这个Ron居然把这个电话 打到办公室去了 he telephoned the office 就是打到办公室去的意思 那么boss就是老板 咱们之前学过 what did your boss say to him 那你的老板呀 跟他说什么了 he said Pauline is typing letters she can't speak to you now Pauline is typing letters she can't speak to you now 老板说 Pauline啊 现在正在打信 不能跟你说话 这里老板说的这句话呀 用引号括起来了 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 老板的原话 那么这种情况呀 在英语中被称作是 直接引语 什么意思呢 就是直接把当时别人的话 原封不动的搬过来 所以啊咱们可以看到 老板的话是 现在进行时 可以理解了吧 好 那么刚才这段话中呀 还有一个地方 老师想让大家来注意一下 what did your boss say to him what did your boss say to him 你的老板跟他说什么了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 你的老板怎么跟他说的 这个句子咱们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一般过去时的 特殊疑问句 因为啊 它是以特殊疑问词 what来提问的 那咱们之前学过 一般现在时的特殊疑问句 没错吧 比如说 what does he want what does he want 他想要什么 这里呀 是一般现在时的特殊疑问句 提前了主动词do 对吧 然后后面的十一动词 what就是以圆形的形式出现 那咱们现在学习一下 在一般过去时当中 怎么造这个特殊疑问句 依旧是要把主动词提前 只不过呀 咱们为了体现它的时态 是一般过去时 所以需要把主动词do 变成它的过去式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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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后面呀 依旧不变 是十一动词 它的圆形出现 what did he want what did he want 他想要什么 那同学们可能听出来了 这样两个时态并不相同的句子呀 说出来好像中文的翻译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般过去时当中 加上一个很明显是过去时间的时间状语 比如说 yesterday yesterday 昨天 那么这个句子呀就成功的变成了一个一般过去时的特殊疑问句 what did he want yesterday what did he want yesterday 他昨天想要什么呀 怎么样 听出区别了吧 那么学了这个时态的区别 咱们接下来就来练习一下 在英语中 当我们想问别人 你昨天干什么了 就可以说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那如果是问 昨天他干什么了 怎么说 应该是 what did she do yesterday 或者是 what did he do yesterday 再或者是 what did it do yesterday 或者呀咱们问 他们昨天干什么了 就应该是 what did they do yesterday what did they do yesterday 他们昨天干什么了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如果有人问我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你昨天都干嘛了 那我想说 我昨天呀 给我的房间通了通风 那就是 air the room 对吧 那么完整的句子 用上咱们刚才学过的这个 一般过去时 就应该是 I aired the room yesterday I aired the room yesterday 好 接着看第二个例子 what did she do yesterday morning what did she do yesterday morning 她昨天早上都干嘛了 那我想说 她昨天早上呀 煮了一枚鸡蛋 boil an egg 就表示 煮一枚鸡蛋 这样一个短语 boil是动词 表示 把什么什么烧开的意思 那么老师刚才表达的这个意思 她昨天早上呀 煮了一枚鸡蛋 就应该是 she boiled an egg yesterday morning she boiled an egg yesterday morning 说起来这个水煮鸡蛋 还是比较健康的 老师自己也比较喜欢 how about you 好 不聊天了 咱们来看一下第三个例子 是一个复数 what did they do yesterday what did they do yesterday 他们昨天呀 都干嘛了 那我想说 他们昨天把自己的鞋子擦了擦 就应该是 clean their shoes 对吧 这个短语 擦鞋子 那么完整的用上一般过去时 就应该是 they cleaned their shoes yesterday they cleaned their shoes yesterday 他们昨天呀 把他们的鞋子擦了擦 好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例子 主语呀 是男性他 he 时间状语呀 比较的长 是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也就是前天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状语 是昨天的前一天 也就刚好对应的是 汉语中的前天了 对吧 so what did he do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hat did he do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他都干嘛了 那我想说 前天早上呀 他还躺在床上呢 he stayed in bed in the morning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he stayed in bed in the morning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这里的短语 stay in bed 就表示躺在床上 或者呢 卧床休息的意思 ok now it's your turn 轮到你们呀 来做练习了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练习过后呀 but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我昨天傍晚呀 六点钟回到了家 这里这个动词 arrive arrive 表示到达的意思 比如说 机票上面 经常会提醒乘客 你必须呀 提前两个小时 到达机场 办理登机手续 我们可以简单一点说 you must arrive at the airport two hours early you must arrive at the airport two hours early 好 那么昨天傍晚 六点钟的这通电话 Pauline她并没有接 我们来看课文中 是怎么表述的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I didn't answer the phone 这个其实就是 一般过去时时态中的 否定句形式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Yes He did He telephoned at nine o'clock 这里的 He did 实际上也是一种 省略的说法 相当于是 He telephoned 而刚才第一句话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是一般疑问句的一种 还记得老师之前 是如何定义一般疑问句的吗? 就是可以用yes 或者no来回答的疑问句 那么在前面的课文中呀 咱们见过比较多的都是 Is this your handbag? 这种呀 用B动词来提问的一般疑问句 那么今天这节课中呀 咱们碰到了 以助动词do来提问的一般疑问句 这是一种新的一般疑问句 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句子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咱们可以回答说 Yes, he did 就表示他昨天呀打电话了 那如果想表示否定的语气 就可以说 No, he didn't No, he didn't 那么课文中出现的是 Yes, he did 所以我们知道这位Rowan Marston 九点钟呀 又给Pauline打电话了 At nine o'clock 在九点 那么在刚才的时候呀 咱们说了提问你 过去某一个时间做了什么 是What did you do? 加上时间状语 那如果老师问你是哪一个时间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是不是就要用到疑问词 When 比如说老师问你 今天早上是几点钟起床的呀 相对于现在而言 今天早上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咱们要用一般过去时 这个句子呀 应该是 When did you get up this morning? When did you get up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上是几点钟起床的呀 那再比如说了 老师问你 你今天是什么时候吃午饭的? 吃午饭咱们可以说 Have lunch Have lunch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 When did you have lunch today? When did you have lunch today? 好 接着看课文 What did you say to him? I said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Please don't telephone my daughter again 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啊 Pauline假装是自己妈妈 然后说道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Please don't telephone my daughter again 我是Pauline的妈妈 请你不要再给我女儿打电话了 那么有同学注意到了吗 这里说 我是谁谁谁用的是 This is Pauline's mother 而不是咱们一开始就学到的 I am 为什么呢? 这个呀就是咱们在英文中 当打电话的时候的一种表达 咱们不说 I am 而要用 这个是 我是 和 那是 你是 比如说要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Amy老师 打电话给你们的 Sue老师 那Amy老师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说 This is Amy 我是Amy 那我再问一句 听电话的这个人 是苏老师吗? A that Sue? 那苏老师回答说 Yes, this is Sue 是啊,我就是 Sue 明白了吗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这个故事最后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呢 Jane问道 Did he telephone again? No, he didn't 原来这个Rowan Marston 他果真害怕了 再没有来打过电话 那不知道同学们 你们喜欢打电话 包电话粥吗 老师现在觉得呀 这种做法是挺浪费时间的 尤其是你在学习忙碌的时候 而且呀很多事情在电话上面 根本说不清楚 好,那么到这里 咱们今天的课文呀就学习完了 练习时间到了 大家动动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电话 我觉得还能够 你什么转发 都会帮助 你的音误 我们就想要 都会 领解 咱们 技能 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接下来跟着老师一起来review回顾一下吧 在今天这节课里面呀 我们知道了 实义动词 在一般过去时的这个时态中 有两种变化 一种是规则变化 通常要在动词的词尾加上 一地 那如果碰巧 这个动词 它是以字母一结尾的 咱们就可以直接加上字母地 而另外一种情况呢 叫做不规则变化 是需要咱们在平日里的学习 逐渐积累 逐渐记忆的 那么除此以外呀 咱们主要学了两个疑问句型 第一个是 一般疑问句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Did he telephone again last night? 他昨天晚上打电话了吗?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一般疑问句 咱们可以肯定回答是 Yes, he did 或者是否定回答 No, he didn't 那么另外一类句型是特殊疑问句 分别是 What did she do yesterday? 他昨天做什么了? 和 When did you get up this morning? When did you get up this morning? 你今天早上是几点钟起床的 那么回答这样两个句子的时候呀 也要用一般过去时 那么不论是刚才这个一般疑问句 还是特殊疑问句 只要问句是一般过去时 那么咱们回答的时候 也要相应的配合时态 用一般过去时来做回答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咱们今天最后一个部分 叫做Cultural Tibbet 文化小趣闻 那么今天这里呀 老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 中西方文化中打电话的用语 有什么差异 那么中国人打电话的时候呀 说话和日常生活用语 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都是一接电话 喂,我是谁谁谁 你找谁谁谁吗 这样子的 但是呀 在一些English Spoken Countries 说英语的一些国家里面 打电话时候的用语 和平时用语 差别非常的大 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这个 This is 和That is 而不用I am You are 这个呀就是挺大的一个差异 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呀 其实也是有它背后的文化因素的 在目前呀 也没有非常合理的解释 同学们呀 就把它们当作是约定俗成的文化习惯好了 那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觉得实在不好理解 那你可以这样想 我们知道打电话是需要两个人的 而电话线连通的是双方 连通的是两头 你在这一头 所以呀可以叫做This 而电话线的另外一头 那一头 相对来说就比较远 所以就可以用That 那么说到这里呀 打电话介绍自己是谁 有几种说法 那老师要在这里就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拿Amy老师自己做例子 我正在打电话 然后呀拿起这个听筒 我想说我是Amy 那么一般呀有这样三种说法可以使用 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This is Amy This is Amy 而第二种呢 This is Amy speaking This is Amy speaking 这里的动词speak就是说话的意思 那么第二个句子就是说 Amy在说话 我是Amy 我正在说话 就这个意思 那么第三种呢 是It is Amy speaking It is Amy speaking 用了这个虚主语it 而在双方都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 咱们就可以只说speaking 意思呀就是你说吧 我正在听着呢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了 咱们下节课再见吧 See you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